现代人压力大,容易让精神疾病找上门 加上社会上仍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让患者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其实借由职能治疗师、社工、护理师及心理师等专业照护 可以协助症状稳定的病友增进独立生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 进而在社区中自力生活 我们为了让这些精神病友能够及早进入社会、社区生活自立自主的情况之下 除了家属以及同才的协助之外 其实我们有设置精神附建机构 精神附建机构在社区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能够协助他们、病友们在不管是生活功能、社会功能以及职业功能的部分的重建 有很大的一些陪伴以及协助 因为在精神附建机构里面其实都聘有一些职能治疗师、心理师、护理师以及社工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 协助他们在不管是能力以及自信心的建立上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的工作坊主要是给予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有一些福建潜能的慢性精神的病友 那可以来这边做一些日常生活的安排或者是职能治疗 那我们也有透过不一样的专业 比如说像护理师 然后银床心理师 那还有一些我们的比较专业的人员、专管人员 那我们会协助一些慢性的精神病友 协助他们走在护原的这条路上 那我们通师也会我们长期以来有跟卫生局有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也会带领学员们去参加一些运动会 比如说青鸟杯、凤凰杯、甚至说有一些康复自由的协会 我们也会尽量的去参加 让学员可以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下社会 那让他可以在旁回社区的路上中发现 联合医院新湖职能工作方主要服务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 学员郑先生19岁那年罹患精神疾病 放弃了原本的人生目标 7年前进到新湖方 在复健治疗中接触琉璃化 对艺术产生兴趣 病情也获得改善 19岁的时候因为过不了那个情观 然后罹患了精神疾病 然后因为那时候服药在那个副作用很强大的状况下 在22岁完成了113公里的半成田三项以后就放弃了那个动向 然后其实精神疾病一直是我们早工做一个难以其次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由于服药而副作用 就身材常常走样 然后眼神呆滞 然后缓慢的思考 就这样子在黑暗中度过了大概10年 中间也反反铺铺经历了大概六七次的住院 然后直到2015年就是大概七八年前那时候就是在回诊的路上 遇到就是当时一起住院的病友 他父母要带他参观新秘补职能工作坊 那时候就碰巧遇到我 然后就介绍我一起过来 那时候就是我榴梨化是有林博勋老师指导 他是有跟我分享一句话就是 如果找到生活的重心生命会很不一样 对然后其实也就找到一个生活的重心 然后其实在生命中因为迷惘 因为在生病的当下都是六神无主的状态 其实也经历很多种信仰 但是我后来发觉每种信仰都很美好 都是生命中的养分 就是琉璃化是一个附件活动 是由林博勋老师指导 是由回收的玻璃瓶打磨染色而成 然后我先分享这幅画好了 这幅画就是暗夜幻术师 其实我在这个附件历程感受到就是说 其实回忆就是一开始是有情感受 后来我发觉就是 其实只要那个思念的心没有断线的话 其实这个思念这个爱就会一直延续 然后在此有个理念想要分享就是 过去是由过去的过去所形成 已经无法改变 但是我们现在的行为在未来讲是回忆 对不对 所以从现在开始制造美好的回忆吧 在未来不经意的想起现在 就在满事美好 而且回忆不只能回忆一次 可以回忆无数次 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永恒 然后这幅画就是我在第一次参加 凤凰杯运动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在附件的地层上 就是一个人是孤独的人 但是我很有荣幸加入了 新无法这个大家庭 因为大家一起鼓励 就不像就不再感到孤独 然后也因为那个 复原的那个福建的运动会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生命有一个就是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玉塞的 100公尺的那个玉塞 玉塞中就是忽然想起 为我加油的欢呼声这样 那时候我感到就是说这生命活得很值得的 就是感觉有活过 就是也希望能借由这幅画作 来将这个感觉分享给大家 卫生局呼吁慢性精神病友 除了亲友及同侪的关怀陪伴 也需要更完善的社区支持 期待社会更多的接纳包容与关怀 让患者迈向复原之路 记者李其慧 台北报导